好了我们现在已经保养完车回来了 然后这会儿准备出去给香儿洗澡剪毛 早上好像没发现白天它这里面还养的有孔雀呀 这应该是个公孔雀 那个漂亮的应该是个母的 它养了挺多鸽子 怪不得这个地方叫做鸟巷 我们现在出发 好了我们现在来到这边的一家宠物店 然后把仙儿放在这儿在这儿剪毛 哎你好 你好 给它做个美容剪毛 嗯 要啥剪 就是剪成像太极熊那样嘛 它黑耳剪成圆耳 然后腿毛也就是那种捅的那种腿嘛 嗯他的脸剪不了那种 那种帝兄那个那个太迪熊的脸啊 我他耳朵就是给他修一下口碱源嘛 我知道他就脸上不动啊 脸上就是眼角那个毛给他修一下 就把眼睛开开嘛 他嘴不动嘛 因为嘴上毛已经被你剃掉了 对还没长出来 对现在就是当然是不动 嗯 你这有给他那个喝的水里面加的那个 就是出口味的那个东西吗 有是口水嘛 直接就加在那个他喝的水里面的 卖完了 卖完了 那行吧那先给他剪毛吧 你要不要你家带毛巾了没有 毛巾没带 好了我们现在来到了当地的这边的一家超市 然后带了很多葡萄干红枣呀 当地的特产 新疆的特产都是这些干果之类的 哎 红油腐乳 红豆酱 螺蛳粉 在买一些最近这两天在路上吃的 因为有三四千公里的路程 所以在这边买一些 小样牛肉蘑菇包仔饭 酸辣粉 酸辣粉可以 拿两个酸辣粉 还有花甲粉 两个酸辣粉 两个花甲粉 好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边的吃饭的地方 今天吃的全部都是这个新疆菜 这里的环境很好 好多天没有吃这个烤鸽子了 今天来到乌鲁木齐 又吃到这个烤鸽 这个看着不错 他吃的那种是上面不撒调料的 这边这种是撒的 椒盐 我还是这种好吃 这种是撒的 是 这种想法 你会不会喜欢的 我怕你能看着 我怕去看 你有点觉 我怕你能看着 你 一起来 每天上海跳出来 天真重情跳出来 光路全都跳出来 海南河门跳出来 山西国际跳出来 何必不难跳出来 冰沙西藏跳出来 心脏柠檬骨跳起来 跳起来呀 跳起来呀 每些泪骨跳起来 好了 吃饱喝足 他上午早下 这种新疆餐厅 就是有歌舞表演 就是有点炒 但是其他的都还挺好 饭菜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 不过我吃饭呢 还是喜欢安安静静的吃饭 这种还是多少有点炒